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领域,他关注的是青岩木饼。 我们在青岩木鱼我们可以做什么,那些领域我们可以特别做一些事情。 我会用四个词来表达。 第一,陪伴。 年轻人不是封闭的,他们是开放的,他们想陪伴开放,向团体开放。 他们不想被人从上边教训,他们希望有人站在他们的旁边, 和他们分享。 有些人,有些年轻人和年轻人的工作,说了, 年轻人并不想学习在干净的桌子上。 他们告诉他们,先移动你的右手,然后右手。 他们不喜欢这样,他们喜欢跳进水。 有一个与青年工作很长时间的人说,青年人不喜欢我们站在岸上教他们怎么游泳。 他愿意我们陪着他们一起跳到水里边去游。 他们希望有人陪着他们在水里边游泳,告诉他们,这个呼吸方式不对,浪费你的精力。 所以,换一种方式然后更轻松了,他们喜欢这样的人。 所以,第一个词就是陪伴。 第二个词是分享,分享我们的经验。 第三个词是鼓励。 在他们做的每一件好事情上,给他们做过的鼓励。 。 为那些在成长当中寻找自我肯定自己的人,鼓励是非常有帮助的。 。 。 ,这个第一个词是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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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词是收导,或者是管道,把它引到这个方向来,这个为他们很重要。 他们有很多精力, 但他们需要一些流行,让他们的精力留下一个有意义的方向。 好像在游泳当中的呼吸一样。 现在讲到第四个领域,就是宗教交谈。 两个问题。 是不是耶稣会是应该做更多的宗教交谈? The answer is yes. But you know the answer before I spoke. We can only grow through dialogue. I am convinced of that. 总会长说,他确信我们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够成长。 Dialogue with each other, and dialogue with persons of other traditions, cultures and religions. 与自己身份的人交谈, 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人进行交谈。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has one extra good, 其他人的一个意义。 It forces us to go deeper into our faith. It forces us to ask questions that normally we don't ask. And then, that brings us deeper and deeper into our faith. 他有时候会提醒我们,或者是逼迫我们问一些我们平常不会问的问题,接着这些问题我们会加上被自己信任的领悟。 天主也在他人的心中工作。 所以很有必要看天主如何在别人的心中工作。 天主在人的心中工作,而人的心是向宗教开放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见到人的心,可能是了解了吗? 问题13是关于这个问题的问题。 它说,是否我们也应该与道教跟佛教啊? 这些宗教堂,当然答案是是。 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做它,我们要去开始这份工作。 基本上是像我们刚才在《青年牧民》当中提到的四个字, 同样的也可以用到这个地方。 同样的也可以用到这个地方。 一起工作,鼓励,分享。 我们现在进入另外一个部分是关于耶稣的圣兆。 我们现在进入另外一个部分是关于耶稣的圣兆。 这个地方是关于耶稣的圣兆的圣兆。 当耶稣会面对人数逐渐减少的时候,我们耶稣会能够做些什么? 我会提出三点。 我会提出三点。 第一,先把我们家里面的事情弄好。 先把家里面的事情弄好。 先把家里面的事情弄好。 即将。 如果耶稣会没有完全地生活在耶稣会的精神里面, 那就无法能够去吸引别人。 因为主要是年轻人, 年轻人会愿意在我们身上看到一些吸引他们的东西。 甚至于我们的教宗也说, 甚至于我们的教宗也说, 事实上我们的基督宗教的信仰, 更多是在于所谓的吸引而比所谓的道德规劝还要多。 那年轻人愿意在我们身上看到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灵性上的快乐, 以及灵性主要的喜悦。 还有一个就是灵性的喜悦, 还有一个就是灵性的喜悦, 就是灵性主要的火力。 如果他们视我们为人就是灵性的喜悦。 和灵性的喜悦, 他们会用来想, 那生命是值得的。 那假如在我们身上看到的是灵性的喜悦, 还有活力的话, 年輕人會說,對,那就是我要的,我尋找的 第二點,關於聖招推行聖招是每一位耶穌會士的責任 我們要邀請人參與我們的工作 而不是聖招不是別人的事情,或是某些人的事情 第三點,我會說的是,我們必須要講年輕人的語言 第三點,我們要講年輕人的話,年輕人聽得懂的話 I don't mean the jargon I tried in Japan to learn the jargon of the young, and I failed completely 他說他在日本的時候,他就學日本年輕人的,他們的語言 But the mind, the concerns, and then tell them no nonsense, because the young people don't take any nonsense 所以去了解他們所想的,去看他們看的 不要跟他們說,胡說,沒意思 他說,年輕人不會接受,你跟他說,你胡說,你真是胡鬧 他不會接受這樣子的話 And the worst nonsense is religious nonsense 最糟糕的,無聊或者沒意思 那個胡說就是所謂的宗教性的 或者是會修道人士的那種,有些胡說的東西 Question 15 What is your view of celibacy as a reason for the diminishing of occasions? 他說,你認為現在我們的身遭減減少 是不是因為獨生的關係? 因為獨生生活 I think the reason of celibacy is a reason of convenience It is very helpful to explain, but I don't think it's real 他說,這個所謂的獨生 這是一個... 嗯... 把這個聖照解釋的理由歸解為獨生是一個很方便的理由 不一定是事實 There is a book called The Priest by Andrew Greeley, a sociolog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 puts together research done along 30 years, 30 years of research to see and to find out whether celibacy is really a diminishing factor in the clergy And the conclusion is not The priests are as mature or immature as ordinary people And celibacy is not a factor neither positive nor negative in his research 在美國的一位社會學家 他出過一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The Priest 那這個作者他做了30年的研究 這個研究裡面就是關於說 是不是因為獨生、守獨生 而是使得甚遭減少 結果他最後的結論說不 所以他講不管是獨生 就是說一個一個司徒是獨生的 一個獨生的司徒 事實上他跟一個普通人 不管他在正常還是不正常 這個方面都是一樣的 換句話講獨生並不影響 而那個減少 我相信有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願意服務 而且他們願意把他們的生命 也投生在這個服務上面 那當然我相信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也要改變很多的一個 他就完全說 我相信在這個時候 我對 padre和他說 我絕對完全的認同 我絕對他有些人 會對他不論我自己的聖誡 就是我自己的聖誡 等等 他除了外門的聖誡 和他沒有任何事情 這次之外的聖誡 大部分就是重要的事情 他剛剛最後那句話也就是說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需要改變一些是我們的看法 像我們的教宗方極格是說 一位思奪 他不應該他的工作 或者他不應該是為了他自己本身的光榮 而去從事一些工作或者是從事一些事業 而總覺得自己是老闆比別人要優越 比別人要高一的 所以我們要重新再來革新 再來改變思奪的面貌 有一個問題我要丟還給各位 第十六個問題 還要關閉到問題的問題 但你問我什麼其他原因是為了 為了解雲的問題 我會想讓你思考一下 你答應 可能因為你知中國的文化比我更好 所以,文化和人生的生活和文化 你能够可以理解回答 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圣召与文化 圣召与一般人的生活的关系 有关于我们自己有华人中华 华人的文化,你们比我知道的更多 所以这个问题是有请你们回答